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課環節 依然都是我們的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我們的問股熱線204-6566 至於電郵朋友都可以傳來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依然都有Stanley 聽解答大家的股票言 Stanley 我們馬上開始聽聽聽觀眾的電話 好 在旁邊有梁小姐 你好 你好 梁小姐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個信義玻璃 因為我給了咖喱一直停止 我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該走好還是怎樣 因為我想看它的資源是怎樣 明白 你本身自己什麼價位買了 5.4 5.4 我買不到它就是一直滾下去 明白 好明白的 見到現時來講信義玻璃8600 做近3.92 跌超過1% 見到股價都陸續跌離所有兒童平均線 這來說跌勢更加明顯 明顯最近的資金都不是炒這些板塊 都去了中資金融股 相關的股份 現在這一刻家庭的觀眾可以做些什麼 坦白說 因為你的賣入價都真的比較上是高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做的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那個我叫做是虧損 就是降到最低的 事實上因為你的賣入價5.4 的話 其實你說有沒有機會回到這些水平 先解決一條簡單的數學 你由5.4跌下來 現在4元左右 你是跌了大概兩成多了 但由現價的資金上去的話 至少市場大概三成左右 你說行不行 暫時來說 因為這個玻璃的行業本身 其實不是容易做 甚至你可以說 有個別玻璃的品種 基本上都是一個產能過剩的板塊 所以能否一時之間改變這個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你也可以說 基本面現在公司 自從調校之前的時間 分析了信業功能之後 其實公司的業務的發展 大家都覺得是一般 甚至現在資料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暫時來說 沒錯 這幾天的股價表現是做得差 你說究竟現在這一刻 你是hold貨還是減持呢 我都覺得是有些難抉擇 但以一個安全 有些風險 上管你來看 你已經跌了大約兩成多三成多了 現在來計算 我都會建議你 看看去短期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 去到大約四個月這個位置 如果真的去不回 可能股價還是比較偏弱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減持一半 怎樣減一半呢 看看到時有沒有機會 反彈上去大約四個二 四個三這位置 到時再減持下去 不過沒辦法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 之前跌下來那一刻 你有沒有走貨 現在是比較被動 所以暫時來講 希望這個部署可以幫你 規則監控最底線 清楚了 梁小姐 喂 喂 陳先生是嗎 你好 你好 好啊 請問什麼股份 我想每一隻 就是1988 民航 現在不行 好啊 都破了頂了 雲三行 現在最高位見過九個二毫半 現在就想回下來 跌倒先 還有一毫一 加寧觀眾還想追 還追不追得過 Stanley 今天問題很難回答 是的 全部都要是高追 要是距離自己押入價很遠 是的 但難回答都要給加寧觀眾 其實這時候很多中資股 就是金融股 都抽出上來 很多人都趁著升了 深足又想買了 你還見不見現在高追 其實都很兩難 因為這一堆的板塊 是真的 如果你以股值上來計 銀行股 都還是比較偏低 偏低 是的 不過民航有個問題 是說 一級資本穿度比率 其實是比較低 這個我印象中是 而且是說 如果走勢方面 短期的時間 看看圖 圖暫時見到 暫時都是 叫做 受制於一個叫做 上青東道的頂位 的位置 九個二號本的位置 所以暫時來看 除非它的股價 突破這個位置 站得穩 如果不是的話 短炒的風險 現在這個位追的話 有些難度 追那個直播空間 似乎真的不太大 所以我都會建議 陳先生 你沒有貨 現在才打算追的話 我都會建議 等等先 如果去過價 在三號的時間 有機會調整客 去大概八個六樓 附近的時間 你已經在口六日追貨 好 陳先生 還有沒有其他高品想問 好 好 這集都知道 你現在買三八六 三八六 又是高吹 對 想買 還未買 雖然說 就是這個版塊 石油細發 今天有個大版塊 不要說 怎樣 不要說 不要說 高吹 不要說 我多買一隻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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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想買 十三五 九個六 買了 現在買不買 不買 好 再想看可不可以是時候買 崑林林議員 一三五 現時來講 八元 正在升超過百分之三 今天都破了低位 七個五毫二 其實這隻股份 走實來說 都是麻麻 一直壓著的十天使使客 雖然說 今天明顯跟隨著石油石炮股 都有反彈 但是 真的好不可以買 油價方面都比較反覆 這隻股份走實又比較差 英國 你怎麼看 我看到陳生很緊張 是的 當然 你說這些股份 高追我就不建議 但你說這些低鬧 真的行不行 老實說 這隻股份本身 基本面子就不太好 小小便是麻麻 是麻麻的 但是純粹是一個追落後的概念 很簡單講 你打算是短炒的 這些位置 你可以博一下 但是 怎樣都好 七個半這個價位 再穿的話 要走貨 你可以說 暫時二分七個半 作止潮位 穿的話要走貨 上面暫時來說 你可以看一條二十天線 大概八個七這個位 再目標價 但是這隻我見你短炒 因為基本因素 真的不要理想 所以如果你炒了這隻股份 記住 七個半止潮位 如果穿這個位 要止潮 你現在上面沒有空間 看八個八個位置先 行不行 陳先生 小姐 我不願問多謝 一隻中人仇 我今早才沽 看他下來 不知道沽 現在不是 沽不沽分先頭 沽了又 沽了現在想再買回來 是不是 現在沽不沽 慢慢講 陳先生慢慢講 是本身自己有還是沒有 我那時候有約民股 今早就沽了五千 現在剩下五千 現在剩下五千 我保證 加不加你 我賺了錢 去賺 是不是賺錢 中東 中邱要賺錢 鎖到盟幾十 好 明白 中人壽二六二八 最後一隻 現時嘉寧觀眾 有些靈體股份 就剩下了一半 現在小型也挺帥 想不想沽 現在正在27.8 升至近百分之三 最近升勢仍然強勁 但已經沒有之前那麼爆 是的 還好不要持營保態繼續向上望 加住就不要住了 因為都真的升了很多 但既然你有貨的話 就先拿住 既然有一半貨是你沽了 已經倒了錢落袋 倒了平安 那一半 其實又沒有所謂 既然你有利用在手 不妨先放下治療 因為如果你沒有貨 想加住的話 我就不建議 因為始終股價在這麼短的時間上升了這麼多 怎麼都會有機會調整 但既然你現在手上有五千貨 其實都OK 不妨再拿下去 但加住就真的不要考慮 另外你那五千股的話 我會建議保持住 因為內險板塊在餘下的時間 甚至乎 如果解釋A股保持著升的話 基本上內險股又不會差到去哪裡 而且你會見到 內險股本身相對很多勸商股 都依然落後 所以你現在有貨的話 持住它 我不建議你那五千股沽課署 先拿下去 好 謝謝陳先生的電話查詢 其實在陳先生的電話上 都在某程度中反映到現在的投資者的心態 沒錯 見到升了很多 又想高追 見到低的又想撈一撈落後 陳先生 其實剩下的時間 不如問問你有沒有什麼忠告給投資者 現在市況實在太吸引了 突然之下抽空了很多 成功力又大增 大家覺得 好像很向好大牛市正在來 但始終都有些陷阱 應該怎樣看這些風險 其實剛剛的電話你聽到有些感覺 有些可能比較不開心 有些很亢奮 反而我會建議現在這些市況 六個字 淡淡定 有錢剩 一定要淡定一點 有時不要讓市況影響太大 保持一個比較平和的心態 輸錢那些 即是上面上輸錢的話 不要緊的 我覺得 可能找個機會將現在的股份 一旦不估了去 去部署另一個 另一個比較好的股份 應該才會好 對 始終財富有急門 所以我最近說的升市這麼急 大家都要安定一點 謝謝你 Stanley 這期時間差不多了 跟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 看到恆芝現在這刻升 就是365點 在做23,792點 升幅超過1.5%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全日總結